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Papa 歡迎大家跟我玩這個Universe Sandbox 2 很明顯,這是一個宇宙無異的遊戲 在畫面上已經可以看到我們精美的太陽系 已經為大家準備好了 今天我們要做的是什麼呢? 就是毀滅這個世界 雖然我也想立刻這樣做 但是因為這遊戲是新出的 很多東西都跟舊版不同 所以我現在想試一下功能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就是我們的主角 地球 它轉得很快 我要加慢時間 讓它轉慢一點 看不看到,香港在這裡 我覺得地球只有一個月球有點寡 現在我加幾個月亮給它 好啦,我們現在加月球上去 其實加多幾個都沒所謂 因為我選的現在是這個軌道模式 代表它加月球上去 它是會圍著我們地球轉的 現在就加快的時間讓它動了 其實我挺喜歡這種宇宙無異的遊戲 因為它的空間感比較大 所以你看到我現在加了那麼多星球進去 就這樣看好像很迫 但是它沒有星球之間還有很多距離 其實我們可以加那麼多月球進去 月球,月球,月球 因為宇宇宙真是很大 所以你加多少星星進去都不會撞 好啦,那我先收回前面那句 因為我個人的狂妄 這個時候這個地球已經被月球撞上去了 大家都可以看到,這個地球已經被月球的衝擊力撞到紅了 整個地球就變成熔岩波 表面溫度都升了幾千度 讓我們先為這個地球上的生命脈外 現在真的來了 這裡香港,看到嗎 那我就打算射個火星下去 現在射了 趕快一點的時間 地球上的生命死亡前五秒 哇,撞了下去了 這個真是一個很漂亮的撞擊 好像放煙花一樣 你可以看到火星已經散了 然後它們的碎片就飛了出來 可想而知那些火星的碎片 很容易被地球的引力吸回地球 所以雖然現在是香港被火星撞 但是在地球的背面都會被水片撞擊 就好像放一些暈石魚 地球背面的海洋都由於這次撞擊而蒸發 露出了岩石 然後當地球爛卻之後 就會變成這樣 真的完全看不出以前地球的樣子 其實這遊戲裡面還有很多其他很有趣的功能 包括外太空的星系 黑洞 還有現在你們看到的 模擬兩個星是碰撞的一個場景 所以接下來我還會做更多的影片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或者上Facebook給個like都可以 和旁邊的一塊兒 下次再見 H-P M